大家好,我是奥羊 今天看的啥 和大家说一个魔头五姐妹的童年阴影恐怖片 猛鬼诗人台 准备好了吗 现在封上 相传清末民初时期 白莲教供奉着五个不死的魔头 这五个家伙口味几重 今生在孕妇身上 将孕妇和泰尔化为魔物 危害人家 一旦魔头修炼成形 破胎而出 那他们就无底了 谁都干不过 但好在当时有一个高僧出手 把五个家伙给封印了 海武基佛彻底镇压了 埋在了荒山野岭 很多年过去了 这事都快被忘了 当地军阀徐大帅 没错就是这个熟悉的光头老 不去攻城略地 带着一把手下 玩起了盗坟全部的事 还真把这五个魔头给找着了 顺便挖了一位横彩 好多的金银财宝 当然还有那个镇压的金佛像 就这样五个未出世的魔头 走进了徐大帅的家 幸运的是 还有佛像镇压他们 徐大帅老字的 为了庆祝 不正经的徐大帅 决定再娶一个媳妇 他已经有三个了 加上这个就是第四个 没错 他们就是日后的魔头四人组 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魔头大姐 魔头二姐 魔头三姐 还有新来的魔头四姐 起案上身为厨师的初六和小兵 特地准备了好几道硬菜 什么一泻千里烤山药 一炷晴天会韭菜 嗯 果然很硬 初六一直暗恋辅尚的丫鬟小鱼 经常变着花样 给人家做饭吃 还非要让人家夸他做的好吃 好奇 小鱼其实也很喜欢初六 毕竟跟着他饿不着啊 另一边 徐大帅是个有规矩的人 讲究按规矩办案四 每天晚上 他都会点四盏灯 代表魔头四姐妹 从中选一盏 作为午夜投诉的对象 魔头四姐是徐大帅的新宠 他已经在那待了七个晚上了 哇哦 这次然引发了 其他三房的人强烈不满 长夜漫漫无形睡眠 恐虚啊 寂寞啊 冷啊 很快魔头三姐就憋不住了 勾搭上了府上的徐冠家 魔头二姐看上了初六这个憨憨 但初六不感冒呀 他心里想的一直是丫鬟小鱼 这一天魔头三姐和徐管家 又一次审入交流 却刚好被一个丫鬟看了个正照 徐管家一怒之下 搞死了丫鬟 被把尸体伸到了河里 但你说巧不巧 丫鬟的尸体又被河边 交流感情的初六和小鱼 给碰着了 徐管家担心事情败露 只好忽悠大家 丫鬟是溺水咽死的 没想到大家还真信了 徐大帅决定请个道士 为这个丫鬟操作一下 运送尸体的路上初六遇到一个不正经的黄道士 黄道士一眼就发现尸体不正常 进一初六尽快把尸体埋了 还说这尸体不能碰水 初六正纳闷的你谁呀 正想问个为什么 黄道士人就没了 你说这不就是不正经吗 负责运送的神贵道士肯定不信呀 干啥抢活呀 他哗里呼哨的开始喷水 然后压悠的尸体活了 没算活了 变成了僵尸 幸亏黄道士即使出现 往僵尸嘴里塞了块豆腐 就这样教师再也应不起来了 临走的时候还送给初六一本驱魔的经书 徐大帅有了四个血分之后 还是吃不饱 还想把丫鬟小鱼取经文 还给人家写了一首诗 小鱼 亲爱的小鱼 如果你是大海中的小鱼 我就是大海中的墨鱼 陪着你玩水 如果 你是河里的小鱼 我就做河里的杀虫 让你吃 果然人不正经 诗也不正经 另一面徐管家抢了大帅的媳妇之后 还想抢人家的财产 但没有门路 于是偷走了那个镇压魔头的金佛 还换上了一个地摊水货 大金佛被偷走 封印解除了 五个魔头终于出事了 但出事也没用 不能附身孕妇 他们也是眨眨 没有孕妇怎么办 那就直接造孕妇 魔头先是附身在徐大帅身上 搞得他是面红耳痴 浑身燥热呀 只能重现四个媳妇 这里戳一下 那里戳一下 于是就这样 四个媳妇终于进化成了魔头四姐妹 魔头附身成功 这条早上魔头老二发现了徐大帅 写给丫鬟小鱼的情书 他就不高兴了 随便找了个借口 把小鱼暴打一顿 直接驱赶出了大帅府 无家可购的小鱼 在初六的帮助下 只能借助在一个熟人朋友家里 另一面魔头附身的四姐妹 惊讶的发现一夜春风 他们四个竟然同时怀上了 没错 都是魔态 徐大帅高兴坏了 吩咐厨房 加料又加菜 但可想而知 四姐妹怀的都是魔态 普通的食材根本看不上 他们最喜欢的是腥味十足的血食 魔头老二还吃起了很有味道的鸡肉刺身 不放盐也不放料 直接胜肯 另一面 初六一直偷拿腐胜的食物送给丫鬟小鱼 果然 找个厨子确实饿不着 这天晚上两人表白了 吃着吃着咋还心上了呢 仔细想一想 不是说好的魔头五人组吗 还差一个呢 没错 露像的那个魔头也来了 他附身在初六身上 当晚就和小鱼生迷煮成了收饭 完了 魔头五人组全了 开始危害人家了 没多久 魔头老大就开始现行了 直接从大夫人肚子里伸出舌头 接耳人就咬 一口吸死了一条狗子 场面很大 徐大帅也很怕怕 只好请来大师 想要出魔 但这个大师法力不够 念咒语 念得出汗也不好使 最后还是成了魔头老大的盘中餐 既然这家伙这么喜欢肉食 徐大帅只好搞来各种羁押 让他一次吃个够 没想到魔头老大肚子大得很 吃完牲畜还想吃 这个时候 其他三个魔头姐妹也出现了 加入了这场肉餐party 尽情的狂欢 场面实在太海 初六也候不住 赶紧让小斌去驿装 找黄道士帮忙 小斌走之后 初六突然想起 吃豆腐 好像可以暂时镇压这些魔头 于是他马上来到厨房 用鲤鱼做了一道鱼豆腐 魔头吃到豆腐果然也好使 那当然呀 毕竟他生前也特别喜欢吃豆腐 另一面 最久会来的徐管家 还想找三爷太乐呵乐呵 没想到 直接成了人家的美味肉餐 初六突然做了一道鱼豆腐 暂时保住性命 但后来也不好使 他想起了那本经书 于是憨憨的他 又一次用经书比退了魔头 但是 徐大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被四个魔头是群戳呀 辛苦又快乐的领了盒饭 吃了徐大帅 四个姐妹准备 继续肉餐party的时候 黄道士及时赶到了 二话不说 直接开戳 魔头二姐和三姐 没有那么幸运 当场领了盒饭 魔头一姐和四姐 见状不妙 直接开溜 吃的也差不多了 溜回房里准备生产 魔胎出世才是真正的五顶儿 前要阻止魔胎出世的唯一方法 就是尽快告诉魔头一姐和四姐 又是一番对处 魔头一姐和四姐 也不是黄道士的对手 最后也只能领着盒饭 到此为止 魔头四人组全军覆没 但还剩最后一个魔头 那就是丫鬟小鱼 因为这架魔头附在了初六身上 他和小鱼生米煮成了熟饭 现在小鱼已经生下了魔胎 已经无底了 黄道士也不是对手 戳又戳不过人家 最后还被残忍着分成了亮截 临死之前 他嘱咐初六话都说不完整 只能说关键字 初六也懵逼 但是他也知道了两件事 去一桩找金佛 但是金佛已经被徐管家偷走 不过信号那天 小兵看到了徐管家 被金佛当给了当铺 初六只能让小兵去当铺找金佛 可惜拿到金佛也没什么用 现在魔胎出世 早就不怕了 小兵最后也只能败在魔胎之下 看到变成魔头的小鱼 初六是痛不欲伤感 但是他突然想起 从一桩看到的破魔大法 只要把金佛扔进火里 金佛融化 再用那些液体化个浮咒 就能打败无底的魔头 难道无底就是个笑话 还真是 瞧不瞧魔头正好就把金佛扔进了火里 而且化成了金水 初六瞬间就字了 他赶紧用金水化出了浮咒 这道浮咒不仅笔话多 而且还尺寸大 无底的魔头也瞬间怂了 根本承受不住 难道无底就是个笑话 他不管怎么说 初六还是很下心来 把小鱼和魔头给戳死了 最后可怜的初六 还是成了一个单身汉 电影也随之结束了 看到这个电影 我真想说 王星不愧是王星 这个脑洞是枕得大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